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請問康健回答你關心的 健康大小事 我是康健雜誌的易德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乳癌 乳癌是女性的頭號殺手 也是長年位居在女性癌症排行榜的第一位 而且最近甚至有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我們就要請劉本醫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麼樣預防乳癌呢 歡迎劉醫師 那易德好大家好 我劉醫師 劉醫師 這乳癌好像聽說最近真的是有越來越多年輕化的趨勢 真的有這樣的狀況嗎 因為我現在比較在做預防醫學 跟營養方面的功能醫學的條例 在我門診在癌症的病人很多 排第一名就是乳癌 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三位乳癌的病人 我大概在上月的時候 還碰到一位是24歲的女生 所以年輕化的趨勢是我們現在 特別特別要注意的一個問題 喔 了解 那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但是到底乳癌有哪一些風險因子 我們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呢 OK 那這個當然很重要 我們來談談好 因為在這麼年輕化的一個趨勢 一個癌症當中 我們要了解風險因子 好 當然這邊來講有幾個點 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個叫做家族病史 就是說如果你的母親 當然或者直系親屬啦 或是阿姨啦 或者姐妹 有乳癌的話 確實它會增加一些 乳癌的這個風險的遺傳因子 但是不是說你的家族 直系親屬有這個所謂的乳癌 就一定會得乳癌 我特別強調 並不是這樣 但是確實家族遺傳史 是一個風險的一個 第一號 第二就是飲食習慣的不良 其實我們現在乳癌一些風險因子 高油脂吃太多 高熱量的食物 吃太少的纖維 然後呢久坐或不運動 那當然這些飲食習慣的過度吸化 今日化 導致身體的毒素 是不容易排除掉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風險因子 第一號 當然肥胖 大家知道了 我們講說為什麼肥胖是風險因子 因為肥胖的細胞就是一個儲存草 你身體很多的環境荷爾蒙或毒素 它就放在肥胖的這種細胞裡面儲存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在女生的這些雌激素來講 它有時候會經過一些止化的動作 它會有化學的反應 它會轉化成放在脂肪細胞裡面儲存 所以你的脂肪細胞裡面 很容易儲存大量的一些雌激素 它會不定期的釋放出來 所以你的全身會遭受一些雌激素 持續這個刺激的風險 所以肥胖是一個風險因子 那另外喝酒 在國外來講 就是確實有些酗酒的女性來講 罹患乳癌的機會是比較增加 因為酒精會促使這個雌激素 它的一個轉化對身體是不好的 另外來講抽菸 抽菸也是一樣會提升一些雌激素的刺激 對於我們在乳房細胞也是一個風險 再來荷爾蒙的這種影響 這種荷爾蒙來講比較特殊 譬如說你要是這個結育啦 或者說避孕藥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 叫環境荷爾蒙 瘦化劑 這都有可能 這都是在我們現在很容易碰到的問題 最後一個 晚婚高齡的這種產婦 如果我們講說 哺乳 這個動作來講 對於降低乳癌是這個有它的一個好處 換掉說越晚婚 哺乳來講 就比較沒有 或是越晚哺乳的女性來講 罹患這個乳癌的風險會比較高 所以這些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有這七大這個風險因子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 那想要請醫生講一下這個 就是到底有哪些人 特別容易罹患乳癌 他的風險特別高呢 是那當然我們剛剛講過 一等輕 有乳癌的家族病史 就要特別注意囉 再來這個單側得過乳癌的 譬如說你本來是右側 那你不要說我右邊割完了 我大概就沒問題了 我們常常在看到這一側處理完之後 兩三年怎麼另外一側也出現癌症的患者 就單側得過另外要注意 還有未曾哺乳過 我們剛才提過了 這個哺乳在有些研究發現 是可以降低乳癌的風險 30歲以後生第一胎 或者未曾生育者 這一樣的道理 就是跟這個哺乳的動作是有關係的 所以可以的話 當然早點結婚 我們有這個生育 然後哺乳 那當然對降低乳癌是有好處 出經比較早 比如12歲以前 停機在55歲以後 這先上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女生是需要這個 雌激素刺激 可是當雌激素在我們身體裡面 刺激過久 那確實它對這個乳肝細胞是有問題的 現在很多的小女生 有時候10歲 9歲就來了 你知道嗎 那個叫性早熟 所以這種的父母親也非常焦慮 那當然我們覺得 跟著環境荷爾瑪 或者塑化劑 或吃太多油炸的時候 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體驗情況也是一個風險 肥胖 這剛剛講就是一個風險因子 抽菸喝酒 那我特別講到 這個BRCA1和BRCA2的基因突變 那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各位回憶一下 在這個很有名的隱形 叫安傑亞Jory 他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在美國 他們雜誌就發表說 因為他的母親 跟他的家人得到乳癌 所以他自己測基因 發現他的BRCA1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做了一些 預防性的乳肪切除手術 當時在引起全世界的轟動 我還記得那時候 很多的記者來打電話說 那我們華人世界是要這樣 要這樣處理嗎 我說當然也不是 我們有些預防的動作 後來過了兩年 他又做預防性卵巢切除手術 所以我跟大家解釋 簡單講一下就是說 BRCA1和BRCA1 是一種抑制癌症的基因 好 抑制癌症的基因 當發生突變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不容易抑制癌症 對 沒錯 所以當你的基因本來有 BRCA1和BRCA2 可是因為可能遺傳或什麼問題 導致BRCA1和BRCA2基因 是功能不好 那是不是可能就產生一些 治癌的風險 所以德務如來的 有時候在醫院來講 醫院醫師問他說 你要不要測一下 你的家族遺傳史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找我們 我們也會幫病人做一些基因檢測 看有沒有這個BRCA1和2 但我特別強調 不是只有BRCA1和2 還有其他的基因 但是呢 即使你沒有BRCA1和2的基因突變 你說你就不會得乳嗎 不是這樣子 或者是 你有BRCA1和2的突變 也不代表說你一定會得乳癌 但是這個風險因子 是提供大家注意的 那醫師我之前有聽說什麼 比如說 就是比較豐滿啊 或是有曾經有熔乳過 好像會比較容易得乳癌 可是上面沒有 所以應該不是這樣 理論上做為研究 胸部的大小 跟得乳癌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有個問題喔 如果因為你肥胖 導致胸部因為脂肪堆積 然後變成大 這時候風險是增加的 至於熔乳來講 有些人就發現說 熔乳跟乳癌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在熔乳會用吸膠注射的時候呢 有些不是乳癌 是淋巴癌會增加 現在熔乳來講 跟乳癌是沒關係 但是淋巴癌要注意 大概就這樣大家想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好像男性 是不是男性也會得乳癌 男性的乳癌 大概是在女性乳癌的比例 是1% 我自己大概在調理 這麼多乳癌的病人當中 這幾年 我碰過四位的男性乳癌 那這些男生來講 大概有兩位 他是本來就有男性鋁乳 但不是說男性鋁乳 一定會跟乳癌有關係 那另外有兩位是 他就摸到硬化去查 結果醫生跟他講得乳癌 他也嚇到了 那當然男性乳癌來講 他跟一些環境荷爾蒙 跟他的有些慢性疾病 糖尿病 肝臟的疾病 或者也有膏丸的疾病 或者是說 你本身來講 我們太多的這些雄性激素 有可能導致這個乳癌的這個機會 但是比例低啦 我們男性的朋友 不要覺得說這是女生的問題 男生要特別小心點 大家注意一下 原來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想要請醫生 講一下這個 我們乳癌常見的症狀 到底有哪一些呢 就是大家要怎麼樣注意 就是發現乳癌 乳房的一些異狀 是 我想這個在 包括我們看見很多媒體 都常常提醒我們 女性的朋友 都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大概簡單講 譬如說 乳房腋下也摸到 無痛性的總塊 我特別提醒 叫無痛性 一般疼痛來講 比如乳腺炎 或者有可能是發炎一起的 但是 無痛性 而且它不會隨著 月經結束 消失的 一般我們在月經結束 它有些的乳腺的增身 它會稍微變小一點點 就不能摸得到 可是當你的硬塊來講 你在月經週期結束過 六天七天還是大 還是一樣 那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乳房的這種 假設硬塊 它是比較 不是那麼的滑動 沾連性大 這個要特別小心 好 再來突發的這個胸部的 大小不對稱 就是 你每天照鏡子 洗澡的時候看看 怎麼突然覺得 怎麼這胸部來講 這邊有個不對稱的狀況 你就去默看 是凹陷地方 凸起地方 滑手往外擴 可以看到對照 看有沒有什麼不對稱的問題 當然這個乳房局部的凹陷 或凸起 就是 有的時候因為它底邊的腫瘤 它會牽涉乳腺的組織 跟結底組織 所以它有時候不是光凸 會凹 那你看到這個有這種 凹陷或凸起 也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另外來講呢 就是這個在 非補乳期的時候呢 乳頭會出現分泌物 尤其是在有些 帶血的分泌物 好 莫名其妙的 有乳汁跑出來 除了要注意一下 這附近是不是有 腫瘤以外 還有一個叫高密乳激素症 就是它的密乳激素過高 那個有時候是 跟腦下垂底的腫瘤 是有關係 那我那天才碰到一個女孩子 她大概是 三十一歲吧 她被診斷乳排一期 她突然覺得 怎麼乳頭有點血的 這個分泌物 她覺得是因為 這個男朋友在一起 很快的很激烈 但是呢 過了三五天沒有好 還是有出血的東西跑出來 去看乳房外科 居然在 乳潭乳激的這個地方 乳頭乳激素症 發現一個腫瘤 後來這邊是乳癌 她嚇到 所以這種東西還是要注意一下 另外 乳頭乳激素症 大概這個東西 都比較嚴重一點點 就它裡面 癌細胞可能在另外 這個刺激道 或腐蝕 導致這邊乳房那些組織 產生一些潰瘍 那特別提醒一下 也就是說在乳頭乳激的地方 有一些濕疹 我們有個叫做Pedric 它有可能是跟乳癌 是有些相關的 如果有這些症狀 如果你不太清楚 不太確定 千萬不要拖 最麻煩的是 因為理性對這個比較私密處 都不太敢看醫生 這種東西拖兩三四個月 就是有問題 所以真的有問題 就不要機會求醫 去查一下 比較好 所以就是如果出發 有這些常見的症狀的話 就盡快的就醫 確認到底是發生什麼狀況 對 講那麼多這個常見的症狀 那到底就是 我們一般女生 可能要怎麼樣做自我的乳房檢測呢 可能會幫我們說明一下 OK 好 就是大家記得 就是在我們月經結束前 那個時候 因為你的乳腺會比較縮小一點點 做檢查是比較OK的 那我先請大家 在一個我們在乳房的病變來講 好 乳癌最容易發生是要外上向線 也就是說 譬如以這側來講的話 這是左側的乳房 好 最容易發生的癌症 就外上 也就這個區塊特別多 我們建議大家就是說 在我們檢測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手拉開 然後你用你的這個十指中指 或無名指 在這地方順著這個 我們講這個 從外 好 向內 有三到四圈 因為我們乳線 不是光只有在乳房的地方 其實在手骨的地方 腋下 包括腹乳地方 你都往上摸 往上拉 去看看有沒有這些不明的硬塊 可以有時候再做輻射狀的 這個 進去再從乳頭往外 或者是上下 上下 這樣的話就不太容易 就miss掉所有的這些 這些硬塊 可是一旦發現了 就趕快去找醫生看一下 這樣比較好 哦 了解 所以平常就是 沒事的時候就可以 檢測一下自己的乳房 當然 然後呢就是趁那個 月經來的時候檢查 會比較明顯 可以發現一些異狀的部分 對對對 那最後啊想要請 有一次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不管男生女生 到底要怎麼樣 預防我們這個乳癌呢 預防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家族有乳癌 或者卵巢癌的風險的話 你真的要特別在 每天自己檢視自己乳房 或利用在月經週期 結束那段時間自己 去touch去看 假設在20在40歲中間 有高風險去給醫生做個超音波 那40歲以上 如果假設你是有風險 我們漸進每年都做一次 乳房這個超音波 那當然在國縣署 它都有一個在乳房攝影的 這個疫苗當年還在補助 大家可以看那個資訊 追蹤有問題的 一定要持續追蹤 不要說反正醫生掃一下 沒問題才一公分 我就忘記這事情了 過了三年怎麼突然種起來 哇忘記追蹤了 就麻煩 再來有抽菸喝酒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菸都借了 酒就這樣能夠少喝 適度喝 我們以前提過喝酒 如果臉會紅等等 基因不是很好的話 你這個就還是少喝酒 另外我們吃東西 既然不要吃太精緻的飲食 高油脂的東西 增加肥胖 都會導致乳癌的發生 還有特別小心就是說 因為瘦化劑是有很高的風險 沒錯 我們過去談過很多瘦化劑的事情 譬如說你外面買個便當 你真的不要去拿一個瘦化劑的 裝熱湯去 如果你在用墨浴乳 用什麼 很香的東西要特別小心 很多定義香劑是有這種 所謂的環境核酸化劑 它會精疲吸收的 那當然 大量喝水 多吃蔬菜 它可以幫助你乾燥的排毒 適度的運動 也很重要 過去研究發現 適度的運動的女性 會比不運動的女性來講 她罹患乳癌的機會 是少得比較多 當然壓力 抒壓 我覺得她從這幾個點 大家多注意一下 應該就比較好了 哦 了解 所以就可以參考 劉威師剛剛分享這些 預防乳癌的方法 然後平常也可以多做 這個乳房的自我檢測 有益狀的話呢 就要趕快去就醫檢查 不要拖 這樣就是最好 預防乳癌的方法 好 感謝劉威師的分享 那歡迎大家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實用的健康資訊 也要記得 點讚康健雜誌的粉絲專頁 才不會錯過 最新的健康養生知識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其實大部分 腸胃炎的症狀都會類似 不外乎就是腹瀉 拉肚子 腹部腳痛 然後當然她排這個 腹瀉有不同的 有是水瀉 有帶血 當然有些個嚴重會發燒 胃寒 肌肉痠痛 除了 有財的症狀